你在這裏拜了多久? 我們都很久了 十幾年都有 如果賣不完就決定無歸 整個鐵車仔擺住 晚上擺放 跟死傷者的家屬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關於花園街的小販牌檔的事 小販貢獻就多了 可以幫助低下階層的買東西 和中下階層的買東西 如果你沒有小販 你中下階層低下階層買不到便宜 你去到商場買 起碼貴兩成 開支了變失了平衡 失了平衡 變成不夠 我一個月失了一點 一個月失了一點 一路失一路失 變成入不敷居 小數怕牆雞 是的 小販貢獻就大了 有很多貨 比如這樣 公司可能賣名牌貨 但名牌貨推出不來 有些小次貨 拿出來小販賣 人家會接受到的 好過浪費了就浪費了它 水果 買水果我們的新鮮程度 比維康百家更新鮮 他們分貨 我們回來馬上賣貨 還有你們有選擇 超市都沒有那麼多選擇 還有隔年麥美 因為你不用說 捱租行 變成我們馬上賣 那就不用太貴了 大家都好 其實 如果沒有了小販 就沒有了基層市民的消費模式 變成霸權制度 所以大家都要鼎力支持 香港現在都是很多 生活於貧窮線下的市民 都是要消費 都是離這些地方消費 所以沒有了小販是不行的 在這個檔口 在這個街上 一天見 二十幾成十幾二十個小時 就是有些感情在這裡 在街上這個檔口 比在家裡更多 是吧 如果你們大家不團結 我們這個小販玩完了 希望各位多多合作 多多支持 我們最好齊心合力 五創新環境 小販是世代相傳的 是嗎 一代全一代 是吧 現在大家坐在一條船 全部都坐在一條船 要大家大力合力 做這個反對聲音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裏好 你們是年輕人 不知道去哪裏好 有什麼鼓勵的話 跟其他排檔說 那都要堅持 堅持 堅持 叫他們堅持 對 現在你領會那些萬能 大商家裡 逼到我們沒有辦法 一本萬利 是不是 希望大家團結一點 還有 希望大家和政府溝通多一點 不要讓食環署 一方面做些不合理的要求 小販營業瓦 時間是沒有規限 為什麼呢 你家長時間在那裏好 屋子請空間 火燭立即看到 立即支援到 其實這樣更好 有些社會上 人家很晚收工的 不是這麼早的 店舖都收12點1點 你以為我們這麼早收工 人家沒有東西買的 現在是要你們幾點鐘 11點鐘要關燈的 不准做生意 好硬性規律 要不然給你告票 不是四百就八包 你怎麼捱呢 我們死定了 你說我們自力更生了幾十年了 現在你政府隨時說 爹我們牌 就是我們怎麼處 因為政府沒有什麼資源幫我們 很多都是我們自己建設 火燭啊 整排檔啊 每次都是我們給錢 政府沒有給我們一毛錢 世代的意思 我們父母已經做了一代 那下一代還有什麼能力做其他呢 我們都幾十歲了 有養小孩子 小朋友 是不是 你給我們空間 我們生存一下 你留意一下 梳梳落落 那些人走完就走的了 是聚不到財 聚不到人 對 你政府要明白這個道理 等多些東西 賣多些東西 曬出來看看 這個才是辦法 你可以講 這是什麼 偵掌 哪裏 你怎麼搞的 我很認識 我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